我們剛去拍了千禧年大頭貼的照片 早期的那種感覺 你不就是我以前學生年代的時候嗎 你們有大頭貼本嗎 還沒買 OK 要去買 那是因為我不想要穿得太女生 所以我就戴了一個比較粗一點的項鏈 這樣背到後面 側背這樣子 這樣子也很可愛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東區 東區 東區 東區怎麼唱出這首歌好像就有點年紀 我們今天要來東區找穿搭時髦的人士 我只能說應該是不難的吧 畢竟東區一直以來都是 就是我們的時尚時髦的重點地段 我們現在東區已經找到我們第一組的朋友 我們覺得他就是造型非常非常的可愛 非常的有東區的氛圍 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旁邊這位 可愛的小妹妹 美妹今天穿的風格我覺得是比較 就是你看像她的那個 Quarkers那個鞋子 然後還有她的小項鏈 就是走一個就是多巴胺的那種感覺 今天穿搭的時候的第一個靈感 是想要為什麼會做出這一套穿搭 就很隨性 然後帽子就是因為要遮陽用的 然後鞋子就是不想要穿布鞋 我想要隨性一點的 你的項鏈跟你的衣服 然後還有你的鞋子都很搭 那你的項鏈是買的嗎 項鏈是我自己做的 網路上看 然後就想要自己做一些 可以拿來搭 就不同樣的穿搭這樣子 那我就是就是拿哥哥的 衣服的話是網路上買的 然後褲子就是具有 最近很流行那種刷刷感 然後鞋子啊就是 Quarkers的洞洞鞋 然後是雲朵系列的 那上面的那個熊熊是 網路買到 然後他晚上的時候會螢光這樣 晚上會螢光 好可愛喔 那介紹一下你的包包 你有沒有看到你的包包也是小熊的 也是網路上買的 就是因為看它是針織的 然後是熊熊的 就很可愛就買了 感覺出來你好像蠻喜歡熊熊的 項鏈有熊熊的 然後包包跟腳上的這個 全部都是 你就比較喜歡這種色彩 比較鮮豔多巴穿搭的感覺對不對 沒錯 很可愛的一個妹妹 謝謝你 謝謝你 OK 我們現在在東區找到一對好朋友 我們現在來採訪一下他們 來看一下他們今天的那個穿搭 然後有什麼樣的重點 來 我們看 是不是非常可愛的一對好朋友 來 兩位今天是出來逛街嗎 對 我們來拍照 喔 你們來拍照 我們剛剛去拍了千禧年大頭貼的照片 早期的那種感覺 你不就是我以前學生年代的時候嗎 你們有大頭貼本嗎 還沒買 OK 要去買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來 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的穿搭 有沒有約好說 我們今天姐妹要做什麼樣的穿搭 原本是想跟她一樣走韓式的風格 但是因為 我翻變了我的衣櫃就是 沒有 比較沒有韓式的風格衣服 所以我就搭了一個 我平常比較會穿的 上衣的話因為它是蕾絲 那是因為我不想要穿的 不太女生 所以我就搭了一個 比較粗一點的項鍊 裙子的話就一樣搭配窄裙 反正說不要一身黑 所以就是跳了一個灰色 然後包包的話 它是小CK的新出的大包包 然後它這是有附一個愛心的 然後這掛件的話 是跟她一樣一起買的貓咪的配件 這個包包是不是還可以改成肩背 它就有不同的背法對不對 對 它有不同的背法 OK OK 那皮帶呢 D-Kiss的 Y2K風格的配件必備配件 對 我幫你自己幫 對 她幫我自己幫 對 她幫我自己幫 戒指花 這只是平常會戴的戒指 這個是新的 它是 它這個小花很可愛 然後我就戴了 它這個手鏈的話 它就是 每個顏色都有不同的寓意 這個是 招桃花的 然後這個是 遇到真愛 然後這個是 能夠健康平安的 它是一個系列 我是在前面的 BENBEN'S買的 就是在郭郭廟的 可愛 那鞋子呢 這是我最近新買的襪套靴 所以其實沒有在想什麼 夏天拿穿靴子很熱之類的 為了造型第一是不是 對 OK 我欣賞你這種 為了造型而犧牲熱的感覺 好 那我們來換一下朋友 來 今天朋友走的 是比較韓系一點點 請大家介紹一下 裡面是短板的白體 然後這個是 雙拉鍊式的 水藍色的外套 裙子是 中短型的擺著裙 包包的話 這個包包買很久 它還可以另外一個背法 變厚背包的感覺嗎 對 這樣背到後面 側背這樣子 這樣子也很可愛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你的娃娃好像 雖然說跟你朋友是同一套 但它的你的顏色選擇上面是完全 就是跟你朋友是不同風格 對 我真的關注這個品牌很久 勾選喔 我不知道它怎麼唸 它就是主打貓咪牌 貓咪系列的就是了 對 OK OK 當初買是多少錢 一千多塊吧 其實只是23.65 有點銀灰的感覺 都是韓國代購的 藍色系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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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我們剛剛就是採訪到了 三個女神非常可愛 我只能說東區的風格 真的跟新衣區真的 我覺得蠻不一樣的 OK 那我只能說 山羽欲來風滿囉 我想現在可能 你看我頭髮現在吹成這樣 我們等一下可能要下大雨了 我們等一下要前往中山區 OK 如果喜歡這一集的朋友 記得幫我留言 然後分享按讚 那最重要當然就是要追蹤 我們L YouTube頻道 還有我們L台灣的IG 當然如果OK的話再講一次 CHO下底線YAH 也可以追蹤起來 我現在風吹到 是不是很有復古感 OK 那我們就下禮拜再見囉 拜拜 我們大家下次見